当您付款完毕之后 我们在24小时之内就会把网站交付给您 交付的网站预设是长这样子 有一个预设的范本 你们只要从这个预设范本里面去做修改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快速把网站快速上线的方法 像比如说上面的这张大图片这个Banner 还有这边里面可以修改的文字 还有上面这边的图示、文字内容 这些全部都可以自行修改 这些的文字还有这个课程 课程预设会把三个课程先放在首页 那全部的课程会放在这个线上课程的这个选单里面 当然上面这些选单的内容、文字 或是连接到哪个地方 都可以自己去新增或是修改或是删除 通通都可以 如果是点击线上课程的话 预设我们会把所有的课程都摆在这边 假设说你们有20个课程 那这边就会显示20个 预设是每三个为一行 一列 然后六个就往下 像我们这边有一个demo的网站 这边是设定4个 那这个在后台都可以自己去做设定 那我们预设是设定三个 这个是在您新增课程的时候 把你自己的课程分级的状态下 所以去勾选初级的话 就会把您把那个课程定义为初级的课程显示出来 或者是价格把它显示出来 这个是它的filter 过滤器、筛选器 那我们再回到首页 那底下呢 这边是最新文章 刚刚这个是最新课程 我们放了三个 这边最新文章 我们也放了三篇 所谓的最新文章就是部落格文章 这边有个部落格 把它点进去之后呢 预设呢 我们这边也放了三篇 这个让你知道一下部落格的样式 那每一篇部落格点进去 继续阅读的时候 就是单篇部落格的完整资料 那这个是预设的 你们可以自己把图片改掉 或者是整篇删掉 自己再重新新增也可以 那在网路行销上面呢 尤其是做内容行销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预设我们都会保留 这个部落格的功能给您 当然您也可以把它删掉 没关系 那我们在首页这边 有放这个最新文章 它是自动抓取的 所以您的部落格里面 如果有新增的话呢 这边最左边就是最新的文章 它会自动抓前三篇文章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底下这里呢 就是您的地址 公司电话 Email 这些联络资讯 或者LINE的联络资讯 那不要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删除 那需要的话呢 就是把它设定连结就可以了 还有这边文字把它打进去就可以了 还有这些关于我们啊 这些都是我们预设的 如果您不需要的话 也可以把这些文字给删除掉 那这边我们是建议 你可以放入您的粉丝页的图片 比如说我的粉丝页啊 那你放一张粉丝页的小图 放在这边做连结 点击之后就连到你的粉丝团 Facebook的粉丝团 那这边你可以去放其他图片 资讯通通都可以 不要的话也可以把它删除掉 甚至你把这一整块都删掉 也可以 只把这个联络方式放到最下面 这样也可以很精简也可以 那我们会建议你 至少要有Email 或是LINE的联络方式至少 那最好是有公司的电话 还有地址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线上销售课程的平台 所以在金流公司 他们要申请金流创接的时候 他们会去审核你的网站 那因为这是一个线上收款的平台 所以金流公司 他们审核就会比较严格 他会去看你 是不是有这家公司的存在 要怎么跟你联系 毕竟有关系到钱嘛 所以这些要把它写上去 联系方式要把它写上去 这个金流公司很要求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 关于我们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也是上面有一张banner的图片 你也可以自行修改 然后这个文字你也可以自行修改 那底下我们放了这个图片 他这个文字 我们是预设的 你们都可以自己来修改 底下再去新增 所有其他元件通通都可以 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怎么去制作修改 这里面的网页内容 然后登录课程的部分 就像这样子 消费者可以在这边直接登录 然后就可以看他购买的课程 登录之后 他就会直接看到他参加的几个课程 然后他按已参加课程的时候 这边就会秀出 他已经购买的课程都会秀在这里 如果他都没有买课程的话 只是申请注册账号的话 这边就不会有课程显示在这里 好那左上角这个logo 这是一张图片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更换掉 那点击logo的时候 会回到首页 所以这个首页要不要存在 就看你自己决定 你把这个首页拿掉的话 那消费者他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logo 回到首页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以上就是简单的介绍 我们更详细的介绍在课程里面 通通都有 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交付给您 然后设定您自己的网址 把这个网站交付给您 那您再依照我们的教学课程里面 来修改这些图片和文字就可以了 先来修改这些图片和文字就可以了